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神经疾病、精神疾病跟情绪障碍的自然疗法 也就是说不用任何精神科、神经科的药物 怎么样来治疗精神神经疾病呢? 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只是一个综合性的概论、总论 也就是共通的大原则 至于各种不同诊断的神经疾病、精神疾病、情绪障碍、睡眠障碍等等 我们以后还是会做各种不同的分论再来仔细的谈 我本身也是西医师 不过我做自然医学已经十年了 我之前曾经在加护病房外科、麻醉科、急诊科服务过 大家一定很好奇说 为什么一个西医师有可能去相信自然医学 不开药 然后还用自然医学来执业呢? 这里面是有一些因缘的 因为在十多年前 当我还是急诊科医师的时候 因为经常执大夜班嘛 睡得不好 没有时间睡觉 就有一天 幅患间发现自己的血糖 饭前高到500 饭后高到1000 糖化血色素是13.5 瓶领这个糖尿病昏迷的边缘 那后来当然我是采用一般西医的疗法嘛 就是吃药啦打一倒树等等 后来发现效果不好 大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不管怎么样吃西医药 用西医药的方法治疗 我的血糖都维持在五六百左右 当然我自己非常清楚糖尿病这种疾病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大概我没有办法逃过这个洗肾啊 瞎眼啊或者节肢的命运啊 那当然自己心里不甘嘛 就想尽办法 找到一些自然就是西医以外的方法 后来我是采用断糖生痛饮食 然后才把病情控制住 其实我的糖尿病并没有好 只是说一切都在被控制住了 尿糖啊各方面血糖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那因为我自己生病了嘛 当然对于这个疾病就有一点改观了 以前我记得我们都是开药给病人吃嘛 病人的病有没有好 那是他的事情 我们没有非常非常的去看这个疾病 是不是一定会好 因为每个医师都开大概都相同的药嘛 就是药我们开了 会不会好 我们是在也不见得有什么把握了 那可是我后来做了自然医学以后呢 我的心态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就是说 既然自己不用药就可以把病治好 那么就推广开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帮忙别人 也不用吃药这样 就是说变成跟患者是站在同一个阵线 就是说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疾病 心态是有改变非常非常的多这样 我们看到这个脑神经这个图就知道说我们身体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系统都是这个脑管的 就是脑在管 所以说我们讲脑神经疾病精神疾病情绪障碍 实在是这个三种很难区分 到底他是神经疾病还是精神疾病还是有情绪的问题 常常就很难够很难下诊断 很难去区分他 我们看到这个病人我们都会跟他先做脑波嘛 就是做脑波做3D立体脑波非轻入性的 我们并没有做电脑断层啊 MI啊或者是持共症啊等等 或者PET我们没有 我们做这个非轻入性的治疗 这个就是3D脑波 因为我们的脑是会持续放电的 这个是脑 然后里面有1500亿个神经细胞 每个神经细胞都会在放电 每个神经细胞就好像一个电灯泡一样 它是会发光发亮的 它放出来的电波呢 就是我们叫脑波 脑波可以把它分成 这个四个group 四组就是 βααΣΔΔ 看它闪动几下 闪动13上 一秒闪动13以上的叫做β波 18到12的叫α波 4到7的叫ΣΔ波 1到3的叫ΣΔ波 这个就是脑波频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些有异常的人 看他的老婆是怎么样 你看他为什么前面好好老婆好好的 忽然间这个在摇头呢 因为他有这个β波嘛 异常老婆 你看他这个地方 他头他忽然间摇了一下 忽然间摇了一下 那是因为这边有异常脑波 有没有看到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妥瑞症 他也是有这个异常脑波 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动作 抑制不了的 停不了的 那么你看他大部分老婆都是异常的 大概只有像这个地方 还是比较正常一点 那么这个也是妥瑞症 不过他是动作跟声音混合型的 跟他老婆相当异常 你看脑波这么强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也是妥瑞症 那这个是舞蹈症 他也是有非常异常的老婆 那么这个是巴金森施症 这个呢 是正在做脑波的时候 你看他脑波都正常 可是呢 他忽然间发生癫症 失去意识在癫症 你看他这个脑波很异常 那个大概过了几分钟 他又发生第二次 第二次的癫症 有这个异常的脑波 还有这个一个19岁的人脑波是这样 还蛮正常的 非常正常的脑波 那么这个61岁的是阿斯海默症 是这样 重度阿斯海默症 是这样 所以说看到脑波 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那么这个领摆又失眠的人 又一阵恐慌的人 他常常觉得思考中断 他的脑波是这个样子的 经过治疗后呢 变成这样 所以他本来想一直想自杀 很想不开的 后来就整个就好起来 然后这另外有一个病人 他是主数非常多 眼睛 鼻子 耳朵 肠胃 皮肤 精神内障 几乎全部都异常 所以我们有时候 真的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病 不过他看过身心科 大部分像这种患者 医生都说是焦力症 精神科医师 他的脑波是这样 看起来蛮低的 经过治疗后就变好了 这个脑波就好起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恐慌的患者 他非常恐慌 不时不时的就好像 天要塌下来一样 非常的恐慌 你看他前面的脑波还可以 当我们叫他做一点数学的时候 他就紧张起来了 你看他左边的这个脑波 非常非常的异常 经过治疗之后呢 他脑波就变成这样 他恐慌脑波就消失了 这一边就消失了 我们是给他美离子跟伽巴等等 这个异常脑波就消失了 另外他有一个 叫做广泛性焦虑的 这种脑波看起来就跟这个 强迫症啊 广泛性焦虑啊 精神分裂啊等等 过度代谢葡萄糖的脑波 有点类似 经过我们治疗以后呢 给他这个水电解氢氧气啊 伽巴啦 美离子啊等等 他脑波就降低很多 就降低很多 人也感觉舒服多了 你看这个脑波变成低很多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被诊断有这个巴金森氏症 其实他除了巴金森 还有高血压 手在抖 他主要还是高血压 你看他脑波也是这个样子 经过差不多 大概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变成这样 他的脑波就变成这样 4月15到4月26号 整个血压也正常了 其实很多血压高 都是因为脑波异常引起的 这边他有一个强迫症 这个强迫症 他就是 也是非常多的这个症状 你看他几乎像 我们讲开百货公司一样 什么症状都有 也一直很想自杀 他的脑波是这个样子的 他一直主诉说 好像他脑里住了一个人 他就一直那个门 走进走出 走进走出 他没有办法停止 他知道这个不对 结果呢 我们给他这个水电解氢氧气 吸啊 吃一些 刚刚把蓝美丽籽等等 吃了以后呢 就整个就消失了 问他 那你现在还有没有那种 强迫症的冲动 他说没有了 这样 这个我们就看很明显 这个脑波 异常脑波变低 像这里的脑波 有没有 这边左边的突出来 然后就变正常了 另外有个病人也是 失眠的很厉害 然后手抖 全身都在颤抖的样子 他脑波是这样 那经过我们的这个 四个小时的水电解氢氧气的吸入处理 就变成这样 整个就好起来 他的这个异常脑波非常高 你看红色的 那么这边我们是左脑 这边右脑 这边是颇常 你看他整个红色的脑波都没有了 你说一个人 这个脑波这么异常 我们说好像在放鞭炮一样 怎么睡觉呢 对不对 这个异常的脑波在人 是常常就会失眠的 那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本身 我本身的这个脑波 这个我本身脑波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常常 说自己的脑波给人看 因为我本身已经快70岁了 可是我的脑波看起来 还大概跟十几二十岁的人差不多 那还有我们在做冥想观想图那的时候 那关的时候 会可以调整这个脑波 我对这个有一点点的了解 就是这个脑波可以 阿发波可以上升 上升 我们这个叫做阿发波 这个7.83阿发波 我们叫做苏曼波 就是跟地球的电离场有关系 这个叫苏曼波 最好是能够练习到 能够调整自己的脑波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脑是控制全身 如果你家有一部家世机器人 有一天呢 他忽然间不干活了 跟你发脾气了 或者跟你吵架了 骂你了 你会以为机器人在生气吗 不会的吧 你一定觉得 这个人 这个机器人大概电脑坏掉了 要去送修了 我们人也是一样 人 事实上其实几乎所有的精神疾病情绪障碍都是脑神经异常引起的 所以我有写的一本书叫做精神神经疾病不要而已 事实上神经疾病跟精神疾病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去分 根本不知道他是神经还是精神 所以说精神科跟神经科其实是不应该分科的 记得我在1973年进入台大念书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精神神经科还没有去分了 一直到我69年毕业都还没有分了 后来才分科 后来我回想 其实精神神经科不应该分科 因为所有的精神疾病跟情绪障碍都是脑神经细胞生病的 就好像机器人的电脑坏掉一样 那怎么坏呢 我们叫做脑神经细胞施养症候群 就是说脑神经细胞营养不良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个我大概几年前写的书吧 两年多前写的书的话 你打精神神经疾病不要而已就可以看到免费看到整本书的内容 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讲说 你这个病啊 你这种不舒服了 我通常不讲病人有精神病的 我都说你没有精神病 你只是脑细胞没有营养而已 我说你这个是没有药医的 病人听得很紧张说 你怎么会讲我没药医呢 我说不是说我说你只是说没有药可以让你好了 不用药才会好 这样他就知道了 因为在我心目中 精神疾病情绪障碍跟退化心脑神经疾病 这个三个是绑在一起的 很难分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脑 我们的脑占体重大概只有2%左右 可是它消耗掉25%的能量 尤其是氧气 你看我们人体的各种器官 好像肺脏心脏肠道胰脏肝脏肾脏肾脏 它都蛮耐缺氧的 比方说我们的肾脏 如果你保养得好的话 起出来移植还可以耐36个小时左右 可是呢 我们的脑很不耐缺氧 我们只要三分钟没有氧气 脑细胞就死光了 人就死亡了 脑还有一种最怕的就是说 酸碱值过酸 我们脑细胞里面 细胞里面的酸碱值就是要7.2 万一过高不行 过低也不行 通常都会过低 过低的话就好像你发高烧了 烧到就是头昏昏 头昏脑上 通常都会过低 那细胞内的酸碱值跟细胞外是不一样的 细胞外是7.35到7.45 细胞内是7.2 好 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 既然说 我前面说 神经细胞施养 没有营养 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营养不足了 什么叫营养呢 有哪一些呢 第一就是 脑细胞内过酸 自由基过多 还有就是必须脂肪酸缺乏 Omega 3 尤其是 还有过敏炎建筑脑里面 以后下面我们会一个一个分析 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 果糖 蔗糖吃太多 再来呢 就是脑神经对葡萄糖的能力代谢降低 尤其是阿滋海默症 好 我们讲第三型糖尿病 再来呢 就是脑神经过度利用葡萄糖 最后呢 就是说脑神经 这个外面的二氧化碳过高 使到这个脑神经 酸中毒 好 我们来先看第一个 探讨第一个 在1931年 诺贝尔奖得主 Crab 他就 Otto 他就说过 Otto Warburg 他说 细胞内太酸 会引起很多疾病 癌症是其中一个最严重的这个疾病 我们就是用采用这个 他的这个说法 那事实上 绝大部分的疾病 都跟新陈代谢失调有关 那么新陈代谢失调呢 他表现的就是细胞体质过酸 身体里面累积太多的酸跟脂油肌了 所以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 尿来检测 知道你的细胞有没有过酸 因为细胞里面的酸碱值 是没有办法测量的 细胞外是可以抽血 抽动脉跟静脉来检测 我们只要看尿的酸碱值 才可以知道 你有没有 酸中毒 后面会提到 那么 我们的这个酸碱值呢 细胞里面的酸 有没有排出来 自由剂有没有排出来 也是用尿来证明 后面我们还是会提到 所以我们讲上一去阴 就是阴的话 就是要把酸性体质调好 下一致病 最没有办法的 时候呢 才开药 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脑神经 每秒是传导100公尺 你看这个神经传导是很快的 每秒100公尺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还有神经传导素 神经传导素 它在这个细胞过酸的时候 它是很难够 很难传递的 所以说很多很多的这个精神疾病 都跟这个神经传导素 释放不出来有关 好像这个肾上腺素 正肾上腺素 多巴胺血清素 多巴胺缺乏会引起 会引起这个巴金森 血清素会引起脑肺等等 对不起 血清素缺乏会引起这个抑郁症 脑肺的话 多的话人就会快乐 达马肺也是这样 人会比较快乐 我们看一下这个外胚层疾病 所谓外胚层就是指皮肤跟神经 皮肤跟神经都来自外胚层 所以怎么样判断这个人有没有酸性体质呢 就是看尿了 下面会提到 人体的这个废弃物一定要排出来 因为我们人体的细胞 脑神经细胞 它一个神经细胞就有一千个立腺体 立腺体就是细胞的引擎 一部车有一个引擎 车子会排废气 我们的身体也会排废气物 我们吃下的东西如果没有被吸收进到身体里面 就变成大便嘛 则是浪费而已啊 吸收进来呢 大部分都是由膀胱排出来 那么膀胱排出来呢 大部分都是酸 所以我们的尿一定要酸的 不能够高过5.5 中性是7嘛 化学上中性是7 细胞里面是7.5到7.35 7.45 如果说我们的尿不够酸的话 我们细胞里面就变酸了 就是这样来判断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细胞尿里面 有碱的东西有酸的东西 通常都是酸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尿要5 如果这个细胞尿里面没有酸的话 酸跑去哪里呢 酸常常就堆积在身体里面 尤其是脑神经细胞 所以受不了酸 很多精神疾病都是因为细胞内 过酸引起的 我们绝大部分病人 院起来 精神疾病的 他的尿都是超过7的 就是说细胞尿里面没有酸排出来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吃到自由基 就是说把尿滴几滴 放在这个一种四季里面 它就会呈现10种不同的颜色 颜色越红 自由基就越多了 越浅就越少 像这样一个4岁的小朋友 他的尿没有酸 竟然是7的 结果我们给他吸这个水电解氢氧气 吸了以后尿就变成5.5 酸就排出来了 同时呢 他不但酸排出来 自由基也排出来 自由基本来比较少的 病人多了嘛 它是什么病呢 它就是妥瑞过动 加上这个皮肤还有过敏 这几种疾病 你看他的这个过动妥瑞的脑波 在体验了氢氧气以后呢 他的这个 异常脑波就消失了 人也舒服多了 好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排这个脑细胞身体里面的酸 过多的酸跟自由基呢 我们引用另外一个人的一个讲法 就是1953年诺贝尔奖得主 Claib 他的讲法说 我们身体的细胞是会制造水的 这个Claib是Otto Warburg的学生 他说 立腺体会自己制造水 怎么制造呢 这个立腺体 就是用葡萄糖里面的氢 跟脂肪酸里面的氢 制造水 同时产生能量 用这个氢变成水 这个碳变成二氧化碳 这个是脂肪酸 这个就是制造水的过程 这个东西我们叫Cytochrome Oxidates 我们叫制水基 这个叫ATP Syntex 我们叫做ATP合成酶 你看这个就制造水 充电跟制水是一起来的 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可是呢 在很多不正常的情况 比方说人太累了 空气污染了 压力太大了 或者是化疗啊 放疗啊 等等啊 这个力线体被破坏了以后呢 这个制水基被破坏了 充电器被破坏了 那么就会产生不出水 这个是水 产生很多水的半成品 水的半成品就是OH 水就是H2O两个氢 那么这个OH就是我们身体里面 毒性最强的自由基 如果这个东西很多的话 它就会破坏 因为它缺乏电子 就会抢这个力线体内膜上面的电子 然后这边挖挖把这个挖个洞 变成有漏洞 漏洞的话我们叫Proton leak 力线体漏电 力线体万一漏电就很麻烦了 力线体整个就会坏掉了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谈到说 刚才有提到嘛 排酸跟排自由基 最好的方法就是水 可是水这个用喝的是没有效的 水一定要用这个电解 把它电解成氢跟氧 它就会把它吸进来 它就会变成又会变成水 把这个水电解氢氧气吸进来以后 它又恢复成水 这个细胞本来干干的 你看它的酸排不出来嘛 可是脏满水以后呢 酸就排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上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个排酸的一个方法 像这位小姐也是一样 她本身脾气非常的不好 很容易生气 因为她的尿是8 酸碱值是8 它就是细胞耐酸中毒 可是她还有另外一种 跟外配层有关的疾病 就是肝癫 她的身体的皮肤在溃烂 她还没有吸水电解氧之前 她细胞里面的自由基是1 可是你看她吸得变成10 她看到这样就很生气 她说你这个红色的自由基 我本来没有 为什么你们把我搞到有自由基 非常非常的生气 我们的护士就跟我求援 我就跟病人讲说 我说你这个膀胱是垃圾桶 垃圾桶没垃圾不对吧 我帮你把垃圾丢出来了 就好像帮你把厕所洗干净一样 她听了就了解了 像这边有一个人 她也是这样 你看她的尿是7.5 她的主数就是很奇怪 其实她也是早期的阿兹海默症 她就觉得好像活不下去了 你看她体验清凉气 差不多两个小时 没有感觉拍 都没有拍 所以她自由基也没拍 再继续体验下去 那个酸排出来了 自由基也排出来了 突然感觉到好像人 这个乌云满天就剥开了 人就好像由第一跑到天堂去 这样好很多 那么这个一位患者 她是躁郁症 她的尿也是碱性的 你看7.5 中性是5 我们正常尿是要5.5 她是7.5 她吸了4个小时的水电解清氧气 她竟然一点点酸都没排 可是你看她自由基 竟然少了 那我们再继续吸下去 奇怪 再吸4个小时 她的尿又变红了 为什么会这样变化呢 就是说你看 她这个时候 她的这个很顽固 就是说她身体的这个立腺体 知道水的纪念可能真的是不大好 所以最后酸排出来 自由基就排出来了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血液里面的自由基被排掉 被综合掉而已 所以血液里面的自由基排掉 这个时候才是排 排这个细胞里面的自由基 所以她整个人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这样 好 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妙想天开说 哇 那这样很好啊 我们不是可以用水 电解清跟氧 拿来当药用吗 如果你这样想 你就会有麻烦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湾 这个清跟氧 还不是医疗气体 如果你讲 用清来治病的话 你一定会被处罚的 卫生署就是专门抓这个 她说 清跟清气 它是没有疗效的 可是现在在比较先进的日本 他们就在2016年12月开始公布说 清是一种医疗气体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所以你要拿清来做医疗气体 你要到日本去 因为日本的这个加护病房 急诊室 麻醉科 全部都在用清 一货风在用清 日本发展清已经20年了 我们台湾还没有开始 所以说水电解清氧气 把水电解变成清跟氧 或者离子交换 变成清跟氧 把它再吸到身体里面去 在立腺体上面又变成水 所以你看这个鼻吸管 它会 氢就会产出气泡 然后把它吸进来 吸进来以后 氢马上就在血液里面浓度就增加 可是当你不吸的时候 氢又下降 所以氢在人体里面是不会残留的 可是氢它是一种高度选择性 抗自由基 抗氧化物质 什么叫高度选择性呢 就是说 它只把坏的自由基清除掉 我们来看 这个铁钉 放在水里面会生锈 可是你铁钉 再加上氢 加上水 它就不生锈了 高度选择性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身体里面最坏的两种自由基 叫氧自由基 OH跟O- 氢它专门对付这两种东西 可是它对这个NO 这些H2O2 这个好的自由基 它不会去碰它 不像其他的很多抗氧化物质 它是最好最好的抗氧化物质 它不伤害我们身体 好的自由基 这样 所以说 当我们身体很多这个坏的自由基 在它还没有伤害到我们的力线之前 我们先把它去除掉 可是等到造成Proton leak 就很麻烦了 就不容易做到 所以我们把这个水电解氢氧气吸进来 就会变成氢 然后就把脏东西排掉 好 大家会问说 那氢气跟氧气加起来 有没有毒性呢 人吃了 人吸了会不会中毒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氢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在严肃周期表上 它是最轻的严肃 它的颜值量只有1 我们身体里面就有大概5、6公斤的氢 那么在我们身体里面 百分之62的原子是氢 百分之24是氧 百分之12是碳 氢加氧加碳加起来百分之98了 非常非常的多 为什么人体会那么多氢呢 很简单嘛 你看我们的人体 百分之80左右 以上是水嘛 水就是H2O嘛 所以氢是非常多的 那宇宙呢 整个宇宙呢 百分之73是氢啊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氦占百分之25 氧占百分之1 那么这个其他的 这个金银铜铁等等 才占百分之1而已嘛 那我们人体的大肠里面的益生菌 也会产生氢 每天会产生14公升 所以你说氢有没有安全呢 它很安全啊 你看如果你搜寻这个氢分子 医学保健疾病 医疗论文会几 我搜集了800多篇论文 没有一篇讲氢是有任何副作用的 氢甚至它用来做潜水保护气体 百分之78的氢跟百分之20亿的氧 它可以保护我们潜水服 不会得到潜水服病 那我们普通吸氢的分量非常非常的低 大概百分之2到百分之4而已 是对人体没有任何的这个伤害 所以日本 这个国家 它毕竟比我们台湾先进很多了 也比较创新 他们在20年前就开始用氢了 那么现在它已经把这个 把氢当成一种药物 有官方的认证 那么它这个卫生福利部 健保局都可以给付 它真的是比我们先进很多 在台湾好像还没有 连打雷的声音都还没有听到 那因为这个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我们民间做 政府它不但不会赞成 还要打压 这个让我们感觉很伤心 好 再来呢就是说 精神神经疾病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必须脂肪酸很重要 必须脂肪酸不能缺乏 我们知道 我们有这个 肾上腺素 正肾上腺素 多巴胺血清素脑肺 这些很多很多这个荷尔蒙 它都必须要脂肪酸来制造 你看我们这个神经传导 就是靠这个脂肪酸 就是靠这个神经传导素 这个神经跟神经之间 它并没有结合在一起 它靠什么来传导呢 就是靠这个神经传导素 比方说你如果没有这个 血清素 你就会忧郁症 你这个 这个如果是 Epinephrine 就是肾上腺素太多 你就会生气 等等 这样的话就 让我们神经能够传导了 我们神经就是这样传导的 另外我们的神经修复 也是要必须脂肪酸 你看这个马达的线线是这样 这个是神经 神经把它切断是这样 你看这个马达线线 马达它是靠这个线线 靠这个里面的同时传导的 我们的神经不一样 神经是靠这个细胞膜在传的 你看我们的人脑有1500一个神经细胞 我们的人脑的神经细胞要传导 是靠这个细胞膜 细胞膜传导 所以这个细胞膜用这个跳导式的这个传导 这样传导的很顺利 如果我们的这个细胞膜不好 脂肪不够的话 传导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细胞膜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 还有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细胞1500亿个 他们都是好吃懒做 自己不会吃东西 都要靠这个心状细胞在这个血管上面 我们这个它嘴巴的开口的地方 我们叫做血脑胀壁嘛 它吃东西 吃东西 吃东西呢 然后喂这个神经细胞 还有微胶细胞负责清扫打理 神经系统的 他们游走在神经细胞跟神经的 垂窍之间 还有就是这个寡兔细胞 它会负责修补我们的神经 那么修补神经用的颜料就是脂肪酸 然后尤其是必须脂肪酸 你看我们神经传导好好的 如果破损了 如果没有脂肪酸可以修补呢 就会传导不良嘛 是这样 那如果这个神经细胞 细胞过酸呢 神经这个它不工作了 神经没有营养 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死亡 就会受伤嘛 受伤之后脑就会萎缩嘛 就是这样 那么所以 我发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我的患者里面 10年来看了好几万个人 我大概有60%是精神疾病 我发现绝大部分的精神疾病病人 他们都是非常一个叫做低油低盐低糖饮食的这个 这个叫做拥护者 他几乎不敢吃油 看到油就会怕这样 吃了5cc的油就会拉肚子 就会吐这样 所以他们都是没有吃到油 没有吃到油是一个精神疾病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我是本身我也是用油来做处方的 我是建议我的每一个患者 他们可见油 看得到的油 Omega 3跟9 要吃到多少呢 一天一公斤体重要吃到1cc 就是说60cc的人 你一天吃下的可见油 要1cc 那不可见油 包括肉的油炒菜的油还不在里面 所以我是强调用油来治疗疾病 精神疾病的一个医师 那么这个 我们要 我们这个叫做 Omega 369 6不能吃太多 吃太多会产生PGE2会发炎 所以3跟9要吃多 那么这个是必须脂肪酸3跟6 那么你吃3的时候会吃到6 吃9的时候也会吃到6 所以我们并不特别补6 我们都是补3跟9 那么饱和脂肪酸的话呢 你可补可不补这样 那么我们吃到足够的脂肪酸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细胞膜才有才有办法修补得很好啊 这个细胞膜都是脂肪酸做的嘛 如果我们有吃到足够的脂肪酸呢 我们的细胞才有办法修补嘛 就好像你请一个水泥酸到你家修房子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给它水泥 它怎么帮你修房子呢 这个很明显的事实嘛 所以说我们这个神经不能过酸 过酸的话神经传导素就传不出来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神经传导素 没有油的话也没有办法制造神经传导素啊 人很多疾病也是因为神经传导素缺乏引起的嘛 好第三点就是要谈到这个脑细胞会有过敏炎跑进来 会产生哪些疾病呢 最常见的就是土瑞症啊 还有过冬症 像这个人就是这样 你看他一直这样动 他为什么这样动呢 因为他有肠肉症脑肉症 他有土瑞症嘛 我们叫做Tix 那么我们常会到吃东西的时候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食物里面的蛋白质不可以跑到身体里面去 蛋白质一定要变成氨基酸小分子 才能够进到这个身体里面 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蛋白质不可以过来 如果你有吃抗酸素太多啦 或者是油吃的太少啦 细胞膜不好啦 或者是肋固醇吃太多啦 这个会有破洞 破洞的话细胞膜就会有这个过敏炎跑过来 好像我们前面那一位小朋友 我们帮他抽血 也发现他牛奶蛋有抗体有过敏小麦 黄豆花生 这个都是他的毒嘛 他吃这些东东西进来呢 白血就会来跟他打起来 会产生这个过敏性反应 我们的肥大细胞放出组织胺 还有计时细胞 放出细胞素 要来攻击这个过敏炎 所以说这个是血管里面有红血球 也有白血球 也有过敏炎 过敏炎跑出来呢 这个白血球就跟出来了 就好像你家来了坏的你跟他打起来 或者好像强盗跟这个 和警察打起来一样 如果打的地点呢 是在哪里 哪里就是打坏了 如果在皮肤打皮肤就受伤 如果跑到脑系打呢 脑也受伤了 这个叫脑漏 脑漏呢 如果脑漏的供敏炎 跑到脑细胞这个地方的话 跑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巨石细胞也跟过来 然后就让脑细胞受伤更严重 脱罪症的人通常是在这里 脑细胞跑到这里来导弹 我们叫做控制随意机的这个脑细胞 这里的脑细胞受伤以后呢 就会喊救命 喊救命乱放电 放出这个高频脑波 这个脑波呢 刚好是由这边放出来的 所以这个患者就一直眨眼 一直眨眼 那么 我们怎么治疗他呢 我们治疗他就是第一 不要吃那些过敏炎 避开 然后把他肠肉肺肉 脑肉 用油脂啊等等东西修补好 然后他的这个异常脑波消失以后呢 人就好起来的 很快 非常好 非常快就好起来 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 妥瑞症 你可以上这个王群光自然诊所的网站 有个脑妥瑞症的这个视频 你看一下就非常清楚 另外呢 脑络症也会引起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 像这边有个小朋友 他一直骂人 打人 暴怒 一个小学校 一百多个人的学校 没有一个人没有被他打过这样 那他老师带他来看 在一个里岛 那么我们发现他是牛奶蛋 小麦黄豆花生 过敏 事实上 大部分的人过敏都是牛奶蛋小麦黄豆花生 我们叫做过敏的前五名 那么他吃了这些东西以后呢 他也一样是有脑漏症 漏到脑里面去 可是呢 他不是漏到这个管这个运动的脑 而是管情绪的脑 所以他会有这个过动的倾向 你看他7月1号来的时候脑波是这样 经过五个月 脑波变好了 变正常了 我问他老师说 小朋友有没有好一点呢 老师说 现在完全不打人了 也不过动了 上课也不捣蛋了 不乱打断老师了 也不打人了 功课也好了 还变成模范生了 所以我们接着很感慨 我们大部分 更妥锐跟这个 跟这个过动 在这个西医学好像都说 原因不明 没有办法治疗嘛 可是在我本身 我虽然不是精神科医师 也不是小儿科医师 我是发现妥锐跟过动 就是脑过敏的一种疾病 大家可以看这个上午的网站 看这个过动 政治燃疗法 或者直接搜寻 YouTube都可以 再来呢 就是说 讲这个碳水化合物吃太多 果糖 甜的饮料几乎都是果糖嘛 还有这糖吃过多 对人体是不好的 我们来看这个葡萄糖 它六碳糖 它是一二三四五六 六角性的 那么这个果糖呢 是一二三四五 他们这个两个东西 结构完全不一样 果糖对我们身体来讲 一点用处都没有 葡萄糖还可以糖染料 可是果糖是不行的 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器官 都把这个果糖当季节往来户 没有人喜欢它 可是怎么办 吃进来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人可以收拾它 就是肝 肝也不喜欢它 肝只是把这个毒 把它转换成脂肪 然后储存在肝脏里面 我们就脂肪肝嘛 或者是葡萄糖也会变成脂肪肝 或者变成肥胖 变成油 然后储存起来 把这个毒储存起来这样 所以说 这个蔗糖也一样 蔗糖是 它有一个葡萄糖 一个果糖做成了 如果你蔗糖吃太多 或者水果吃超多 非常大量 其实就是果糖也是很多 对人体也是不好的 这个我们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 所以为什么很多国家 有收糖税就是这样 事实上站在这个国家卫生观点来看 果糖是应该被禁止的 日本它就是不准许卖这个果糖 他们的这个甜饮料市场 有六成是用甜菊取代的 我们台湾毕竟好像这个卫生机关好像并没有很注意我们国民的健康 并没有很好的把关 这一点让人感觉非常的遗憾 甜食饮料一大堆这样 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就算是不是果糖好了 吃葡萄糖好了 淀粉好了 它也会让我们脑细胞变酸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葡萄糖的一个分子燃烧会得到38个ATP 可是同时产生6个二氧化碳跟6个水 那么38倍6厨等于6.33 就是说果糖 这个葡萄糖产生ATP是这样 跟水的比例 二氧化碳比例是这样 可是我们现在用的燃烧的如果是脂肪酸的话 中里酸来说 它是产生129个ATP跟16个二氧化碳跟水 所以它是等于是 系数是8.06 也就是说 我们身体如果燃烧的是脂肪酸的话 它的效率比较好 产生比较多的能量 比较少的二氧化碳 让我们脑细胞不会变酸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 少吃淀粉 也是一个让我们精神神经疾病好起来的一个方法 再来呢就是说 第五点就是说 脑神经细胞对葡萄糖的代谢能力降低 尤其是阿滋海默症 因为阿滋海默症又叫做第三型糖尿病的 你看我们如果做这个PET的话 就是注射葡萄糖同位素再到人的身体里面 如果正常的话 它这个脑细胞设取同位素是很正常的 那么这个阿滋海默症 阿滋海默症等等这个人 他这个摄取葡萄糖是很少的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必做PET 因为PET你做了还是要吃这个肤色腺 也增加这个健保支出 你做一次要三四万块 其实做一般的脑坡 花个几百块钱就够了 这个忧郁症 也是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的一个PET扫描 所以说大家去搜寻的话 就是知道你打type 3 diabetes 就是阿滋海默症 就是脑细胞已经无法代谢葡萄糖了 就是阿滋海默症 那么无法代谢葡萄糖 那葡萄糖跑到哪里去呢 就会累积在脑细胞里面 这个我们叫做类淀粉堆积 脑细胞会萎缩 神经细胞没有营养 慢慢萎缩萎缩 脑细胞会萎缩 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早期阿滋海默症 事实上我发现 早期阿滋海默症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一个人 如果你发现他三四十岁 年纪轻轻 本来没有精神病的 忽然间就好像精神状况出了问题 好像记忆力比较少 性格改变 通常你不要认为他是精神病 你大部分由这个脑细胞生病的 就是早期阿滋海默症来看 是比较正确的 我的立场都是这样 我认为阿滋海默症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我一天都看好多个阿滋海默症出奇的 像这边有一个人 你看他是这样 主数这么多 他是胃肠啊 鼻子啊 皮肤啊 精神啊 甚至一直想自杀啦 等等等等 一直看身心科 说忽異症 这个我们叫做 开这个 症状都给他勾完了 叫做开百货公司 硬有尽有 什么都有 我看他的脑坡是这样 很低 结果呢 我让他去吸水电解氢氧气 马上升高 这个表示什么了 表示他其实还不到真正的阿滋海默症 只是可能要进入初期阿滋海默症 因为他脑细胞里面的神经细胞 看起来都好的啊 就好像一个电池都好的嘛 充电还充得进去啊 所以他本来是很忧郁 不想讲话的 他吸了以后呢 忽然间话变得很多 一直找人讲话 话讲个不停 他先生在旁边看了目瞪口呆 他说我太太 一个小时之内 讲的话 比他过去一个月讲的还多 所以精神好的不得了 很亢奋 那么他前面是11月1号 过了17天再来 老婆还是这样 我们这种叫做可债现金很高 你看10月1号是这样 17号 18号还是这样 像这种就表示说 他是可以治疗的 是可以权益的 几乎可以写保证书可以好起来的 好 这个是初期 我们可以说演变下戏会变初期阿滋海默症 比较精准一点这样讲 可是他还不是 他只是快要进入阿滋海默症了 那么另外一种我们叫比较晚期的阿滋海默症 像这边 如果到了晚期阿滋海默症 我恐怕也没有办法治疗了 像这边一个 我们前面看过的一个晚期阿滋海默症的这个病人 他的脑婆看起来是这样 一片黑 一点亮度都没有 一个正常的19岁女生是这样 我们前面看过嘛 你看相比差这么多 这个人61岁而已 他已经 中午的事情 晚上就忘记了 昨天的事情也忘光 短期记忆完全消失 出门会迷路 我想他年轻时候脑婆大概也是像这个样子吧 怎么会脑婆全部都暗掉了呢 他说 他家人说 他大概有三十几年都不能睡觉 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之一吧 好像脑细胞晚上一直没有充电一样 他第一次来的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给他吸这个水电解清氧气 没有效 然后给他做高压痒还是这样 其实说 我诊所有高压痒 做完都没有效 都没有效 6月20号当天来做了三个检查 一点效都没有 然后呢 又过了一两个两个礼拜 他再来 好像有好一点点 有治疗嘛 好一点点 他就问我说 家属问我说 这个会不会权益 我说权益基本上是不可能 大概他现在迷路 如果下去 演变下去 大概会吞咽困难 要人把死把尿 现在还可以自己洗澡 大概只能够维持他不恶化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脑已经萎缩了 脑已经萎缩了 这个是正常的脑 这个是正常的脑 这个严重重度阿兹海默症的脑 已经shrinkage 已经整个萎缩了 这个脑是已经变大了 这个脑已经空洞化 怎么治疗呢 这种基本上是 能够维持现状就很不错了 想要好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 我们可以说 阿兹海默症 一个统一的一个治疗方法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说阿兹海默症 它就是对葡萄糖的代谢不好 就好像一个引擎 已经不会烧汽油了 你就加柴油吧 就是说一个人 他的这个 不会代谢葡萄糖 我们就给他用脂肪酸 起带葡萄糖当燃料 可是葡萄糖的分子比较小啊 它可以进到我们细胞里面 那么这个脂肪酸 它除了8个碳的 跟10个碳的 这个我们叫重量脂肪以外呢 12个到24个碳的这个脂肪 无法进到这个细胞里面 它一定要经过肝脏 变成切切切成这个酮 4个碳的酮 我们叫ACAC跟BHB 这两种 还有一种 三个碳的 这两种拿来当 起带葡萄糖 进入我们细胞燃烧 产生能量 所以因为肝脏 把脂肪变成酮 生成酮 所以叫生酮饮食 就是说 通常一个阿兹海默症的病人 他如果能够执行这个 V糖生酮饮食 或者断糖生酮饮食 绝大部分会恢复 我是说粗度跟重度 而不是说重度躺在床上 吞咽困难 手脚都不会动的那种 已经完全失能的 那个脑尾说的 那个当然是没有办法 可是粗度中度 效果都还相当相当的不错 所以说 美国 这个 叫做阿兹海默症学会 他说 阿兹海默症是一种 比癌症可怕的疾病 会吗 我觉得不会啊 他说是没有办法 抑访不知道原因 无法治疗 无法抑访的疾病 其实 我是完全否定这个说法的 我认为这个是 完全用断糖生酮饮食 是可以治疗阿兹海默症的 是可以全疫的 那么他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我的网站 我也制作了一个阿兹海默症 非药物中道自然医学疗医法 大家看一下 可以帮到很多人 好 再来就是谈到有一种叫做脑细胞过度利用葡萄糖 什么人会过度利用葡萄糖呢 就是发生在这个 用这个PET 证实就是强迫症的人通常都会这样 这个是一个正常人 强迫症的人会出现这个很红的点 如果做一般的脑婆的 我会看见这种 这种都是有强迫症 造疫症 造症 或者是精神分裂 强迫症 妥罪症 过动症 癫症 这种 种种过度利用葡萄糖的人 还有这个精神分裂症 我们讲种草莓 种了一个草莓 像这种 如果你照PET发现 哇 他这个涉及葡萄糖很多 这种人大概就是潜在的精神病 那么如果如果已经很大量的话 这个都是已经发病了 造症大概精神分裂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说 说起来很好玩 我们的脑神经 他有的是对葡萄糖不会代谢 不会利用 那么你就要用脂肪 那么一个人 如果他过度代谢葡萄糖 那同样 你也不要给他吃葡萄糖 也是用脂肪酸 用断糖生通饮食 其实也会改变 所以说在美国 大概在还没有这个 抗癫症的药的时候 其实他们对癫症是用 是用恶 恶肚子 或者给他吃油 叫做断糖生通饮食来治疗的 其实我现在对于各种的精神疾病 我都是采用一种自然疗法 就是断糖生通饮食的这个疗法 我执行的非常好 那我自己本身 因为血糖高 我也是断糖 我身体是已经不会利用葡萄糖了 我只要 吃到一根香蕉 我的血糖就会高到一千 所以断糖生通饮食 它不但是对精神疾病很好 它对各种神经疾病也很好 它对糖尿病也是OK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所以为什么断糖生通饮食 现在会这么流行 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断糖生通饮食 当然断糖刚开始会很痛苦了 我们以后也会做一个视频 叫做怎么样做这个生通饮食 还有呢 就是讲到这个 二氧化碳过高 会使脑细胞中毒恶化 台湾有这个定有这个空气 室内空气品质法 可是很少在执行 只有在一些公共场合有在执行 像这个一氧化碳会中毒 瓦斯中毒 洗澡瓦斯中毒 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讲的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在台湾的标准 是不能够超过一千 超过一千 在公共场合就要开发单了 所以你到这个公共场合 你会看到 你这个 公共场合 看到这个二氧化碳的 这个浓度的标示 如果你也要自己 注意自己的办公室 是不是二氧化碳有超标 超标是对你的健康 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 你看我们人体 空气中外面室外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是400个ppm 吐出来是5万3 400进气 5万3出来 这个很严重 你看我们用这个二氧化碳检测仪 CO2 monitor 我示范一下 900多的二氧化碳 有点高 可是我们对它吹气 它就会升到四千多 六千多 甚至超过一万 然后再回来八千 这个是二氧化碳很高 我们身体是吹出来是5万 吐出来的气 这个二氧化碳跑到肺脏 跑到肺脏 要交换 要呼出来 要吐出来 这个是肺泡 这肺泡里面呢 进行这个呼吸作用 这个肺泡 肺泡我们放大看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血管 心脏来的血管 充满到二氧化碳 氧气很少 在这个里面交换 就在这个二氧化碳跑出来 跑出来 跑到这个肺泡里面 这个是血管 氧气跑进去 跑到血管里面 如果你空气中的 室内的二氧化碳很高的话 这个二氧化碳就跑不出来了 就会累积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 二氧化碳累积在身体里面呢 就会变成碳酸 碳酸呢解离会变成酸根 所以你身体会变酸 会变酸 像我有一天也是二氧化碳中毒 因为我有点累就睡觉了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门没有开 起来发现自己的尿 我尿我通常都是五左右 五点五以下 可是怎么会变成八呢 我吓了一跳 我就赶快吸水电解氢氧气 马上就变成五点五 酸就排掉了 好 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水电解氢氧气 它很有效 可是呢 二氧化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 二氧化碳 我在这个职业里面 我发现有很多的人 都是二氧化碳中毒 尤其是精神分裂 躁抑症 很多精神疾病的病人 都是懵就头睡觉 或者关窗睡觉的 我如果说病人被精神科医师诊断精神分裂 问他有没有懵头睡觉 我这样统计下来 大概有五成左右 是蒙头睡觉的 就是如果你躲在被子里面睡觉 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大概会高到一万两万 这个是引起脑细胞酸中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公共卫生的这个议题 可是没有人在注意 我们前面说 脑神经精神疾病情绪障碍 都有一个共同的研头 很难区分到底什么叫神经疾病精神疾病 几乎所有的精神疾病情绪障碍都是脑细胞生病 前面讲的就好像说电脑不工作了 拿棍子打你了 跟你骂出口了 你绝对不会说他有精神病 你一定要把他送修 人也是一样 人有精神疾病或者有情绪障碍 就是脑细胞出问题了 这个就是我写这本书一个目的 就是我把我的这个经验传承下来 当然我是一个要退休的人 传承下来看可以把这个传承给大家 精神疾病都是脑细胞生病 所以说不管你是巴金森 是阿兹海默症 是退化 还是什么精神分裂 忧郁症 教育症 恐慌症 什么症 就像开百货公司一样 什么精神症状都有了 我们通常都不知道 要给他下什么诊断 当然除了幻听幻觉 可以诊断精神分裂以外 真的很难诊断 可能只是用他的症状来诊断 所以说没有药医的精神疾病 其实是可以好的 就是不能用药来治 这个就是我很强调的一个重点 大家来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就是人不要酸中毒 要精神病好起来 不要缺脂肪酸 不要让过敏炎跑到脑部 碳水化合物果糖 甜食不要吃太多 淀粉不要吃太多 还有呢 如果说健忘了 最好不要吃太多葡萄糖 很多人吃完饭 就昏昏沉沉 想睡觉 这个都是脑细胞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 还有很多小孩子 土锐过冻啊 你给他吃甜食 他就马上冻给你看 就是冻得非常严重 还有就是不要让二氧化碳过高 不要让二氧化碳过高 要开窗 因为台湾大概 我曾经去过演讲的场地 就算在医学中心也好 在很多公共场合 二氧化碳浓度都到两千三千了 让人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 这个就是我们政府怠惰 有法律没有执行 所以大家要自力救济一下 赶快去买一个CO2 monitor 看看你自己 到底有没有二氧化碳中毒啊 不然怎么会上班一直想打瞌睡呢 所以说 我们这个自然疗法的 这个精神神经疾病之下的核心 就是这样 第一排酸 然后二氧化碳不要太高 不然身体会更酸 还有糖不要吃太多 淀粉吃多 脑细胞也会变酸 所以要断糖或者低碳水化合物 还有就是油脂一定要吃到够 油吃不够 灾难就来了 前面有讲过 没有办法产生 这个神经传导素 神经没有办法修补嘛 还有就是 千万千万记住 脑细胞不能够过酸 我们动脑血里面 酸减值是7.35到7.45 要能够抽血就可以知道 可是呢 细胞里面的酸你没有办法看 你只能够经由这个 尿 如果你的尿 你验一下尿 自己可以买一个尿试剂 或者照检验所验 或者到诊所里面去验 如果你的尿 是5.5以上 你就小心了 你就有酸中毒了 一定要到5这样 所以 脑细胞如果酸中毒 就等于你人在发烧 发高烧一样 这个是很麻烦的 所以说 我就是 跟上面分享一下 就是 精神神经疾病怎么治疗 就是上面我要分享的内容 谢谢